好 各位前面现在跟大家普及一下触网怎么算 就是我们发球的时候触网 比如说刚开始打 我发一个球过去 刚好碰到这个网 触网过去 这个球是重发的 不管你触网多少次都是重发的 或者说是在网上跳三次四次五次 都算是触网 不要说碰到一个网一次算 那么的话所有的触网再到那边就算了 但是你触网了以后 没有碰到对方球台 那是属于你发球失误的 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也是触网了以后 没有碰到对方球台 那是属于失分的 那如果碰到对方球台 在打的过程当中 那算你得分的 算自己得分的 所以说它分为一个发球 跟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 来判这个规定的 功译啊